汉埃帝刘新 刘新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性恋皇帝 或者说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公开自己是同性恋的皇帝 这点勇气还是值得佩服的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好难处 刘新的祖先开国皇帝刘邦就曾在史书中留名 不过这些皇帝都没有敢把自己的丑事太过张扬 加上刘新行事确实让那些卫道士们不满 于是汉埃帝刘新就在历史上留下了同性恋皇帝这样一个名声 其实从汉埃帝刘新的性格来看 这个皇帝还是比较遵守儒家礼节的 汉长帝刘傲就因为看中他这一点才把他立为太子 但刘新当政后却独宠董贤 把朝中大权都交给了董贤 甚至还曾想过要传位给他 这董贤要说有些才能的话也就罢了 可董贤偏偏只会在刘新面前剿媚作态 别无其他长处 最后甚至把大权交给了后来篡位自立的王莽 西汉朝政不乱才怪呢 刘新也算能够识实物 知道当时的西汉王朝已经危在旦夕 他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来解决矛盾 甚至还异想天开的搞什么再寿命 借以维持日暮西山的西汉王朝 不过他的所作所为太过理想化 因此非但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反而因为天真的再寿命 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笑柄 汉埃帝刘新在即位前已经是一个诸侯王 按照常理来说 刘新已经不可能登上皇位 只是规规矩矩的做一个依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诸侯 了此残生 但侥幸的机会却是他得以尽身 从而登上九重高位 成为了一代君王 这个机会来源于汉成帝刘奥吾子 公元前九年 汉成帝刘奥因吾子 决定立藩王为太子 所一人选一个是中山王刘新 一个就是这刘新 朝中大臣分为两派 为究竟谁来做太子 争论的是不可开交 刘奥无奈 只得把刘新和刘新都召来 以考察谁究竟是太子的人选 刘新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学教育 自然对儒家的礼节了如指掌 因此入朝时便带上了太父 国相和中尉 刘新却只有太父侍从 汉成帝刘奥自然喜欢上了 这个遵纪守法的好青年 于是首先问刘新 为什么把太父包相中尉都带入朝呢 刘新回答说 按规定诸侯王来朝可由国中两千旦的官员陪同 父相中尉都是两千旦官员 所以让他们陪同入朝 成帝又让他背诗 他不仅背得非常流畅 还能解其其中意义 而成帝考刘新 为什么只带太父一人入朝 刘新却回答不出 让他背上书 他也背不出 而后吃饭的时候 刘新出了洋相 很贪吃 以至于吃得太饱 而不得不把裤带解开 相比之下 刘傲自然喜欢刘新呢 再加上 这刘新的祖母父太后 偷偷送了许多钱财给赵皇后 枕头风一吹 这刘傲就下赵 立刘新为太子 刘新被立为太子后 还真能稳得出阵脚 并没有得意忘形 反而向成帝谦让说 我的才能还不足以认太子 陛下您圣得宽人 肯定还会有儿子 我现在只愿意在您身边 朝夕奉问 一旦您有胜似 我就归国首番 刘傲听了以后更加高兴 公元前七年三月 汉成帝促然驾崩 刘新即位 视为哀帝 十年十九岁 汉哀帝还算是一个人均 面对千疮百孔的西汉王朝 他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西汉王朝当时正潜伏着 由外戚王室集团和生活奢侈腐朽的官员 贵器所引发的巨大的统治危机 汉哀帝在位七年 几乎是竭尽全力 试图来挽救危机 力图起死回生 俗话说 旁观者轻 有藩王当上皇帝的刘新 自然知道外戚王室集团的善权专政 所以即位一使 他就针对王室专权 极力地消其权 使得汉哀帝在位期间 外戚王室集团 暂时给打在阴沟里 翻不了身 不过他的政策是又拉又打 不把事情做绝 他在削弱了王室权力之后 对他们还保留了一定的待遇 经过这一番努力 尽管王室还有不少的羽翼 但朝中大权已基本被夺回到埃帝的手里 王室的气焰受到了沉重打击 刘新在削夺王室权力的同时 还是没有能够从分封外戚的怪圈中走出来 他把自己的外戚丁傅两家都封了官 但刘新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的外戚当政 而只是利用他们来削夺王室权力 因此并没有把实权交给他们 面对激难重重的统治局面 刘新心比天高 无奈西汉王朝已经是命比纸薄了 他极力试图缓和阶级矛盾 即为一使他就下令霸乐府官 以求百姓节俭 接着又针对土地兼并盛行 奴婢数量猛增 下令限制田宅和奴婢的数量 无奈在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贵气和大官僚 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 埃帝只好下诏暂缓实行 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刘新 见改良不行又心生一技 试图在精神上搞欺骗 导演了一场再受命的闹剧 所谓的再受命啊 就是汉王朝继承高祖得到天命 代替秦王朝后 又再次得到天命 以继续统治 于是刘新在公元前五年就下早宣布 把建平二年改为大初元疆元年 自己改称为陈胜刘大平皇帝 从而表明已经再受命了 但这套把戏不仅欺骗不了多少人 而且还给人一种汉朝气数已尽的感觉 这套把戏并没有什么人相信 就连刘新自己也觉得很荒唐 所以仅仅两个月后 他就下令废除了这再受命 刘新和男宠董贤的认识颇有些戏剧性 这董贤呢 曾在汉城帝末年任太子舍人 在刘新继位后 随太子官属升为狼官 自然在刘新面前露面的机会要多了一些 一直没有注意过他的刘新 在一次传报时发现 这传报时刻的董贤长得很漂亮 于是便把他弄到了身边 败为了皇门狼 从此爱宠万分 这样一来 刘新除了一个太后为了亲上加亲 给他娶的父皇后 那就只剩这个不是皇后 圣似皇后的董贤了 后来呢 这刘新为了避嫌 也是为了更方便的和这个董贤长相厮守 便把董贤之妹立为昭仪 这总算是给冷清的皇宫中 多了点女人气 董贤受宠 自己又是一个男人 无法嫁到宫中 刘新呢 就不断地升他的官 官高位重 和皇帝见面 也就不是什么难题了 他在受宠后不久 就被认为驸马都未适中 从此尝试哀帝左右 甚至经常和哀帝一起睡觉 一次午睡 董贤与刘新同床 刘新醒后 发现衣袖被董贤的身体压住 他想起来 但董贤睡得很香 为了不把董贤弄醒 刘新就用刀把衣袖割断 同性恋的代名词 断袖之痞 由此而来 这董贤天生啊 也是一个男宠 对刘新极其的柔媚能事 到后来 两个人难舍难分 刘新就下令 赵董贤七和董贤 一起住在宫中 封董贤父为少府 岳父为大将 内地为执金吾 然后命其岳父 为董贤在北缺下修建别墅 赐予金吕御医 以及武库进兵和上方珍宝 后来 埃帝又下诏 封董贤为高安侯 不久 又增封两千户 丞相王家不识时务 站出来反对 结果落得一个 破令自杀的下场 最后 刘新竟罢免了大司马丁明 而以董贤代之 于是这整个朝廷啊 都落在一个 只会娇媚能士 而无治国之才的男宠手中 这刘新爱董贤之身 难以形容 甚至到后来 还想把西汉的江山 让给这个男宠 以讨其欢心 姓有大臣在旁极力劝阻 方才作罢 汉埃帝刘新也算是 中国历史上 比较有特点的一个皇帝了 通常扰乱朝纲的 不是外戚就是宦官 可这汉埃帝的朝纲 偏偏乱在了一个男宠的手中 他所以宠幸董贤 也算是有其难言的苦衷 当时 西汉王朝已经陷入了 严重的统治危机 他虽然竭尽全力的挽救 甚至天真的再受命 结果呢 全部失败 这严重打击了 他统治全国的自信心 要想从女色上找点安慰 却自己身体多病 所以只好找这个男宠董贤 寻求些安慰 然而依靠一个男宠 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这也太过悲哀了 就在这样内外交困之中 埃帝于公元前一年病故 享年 26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